每日福音 大家好 欢迎收听 每日福音 我是薇薇 今天我们纪念圣碧月时事教宗 8月21日 星期二 福音经文在《马斗福音》第19章第23节 那时候 耶稣对门徒们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有钱人很难进天国 是的 我再告诉你们 骆驼穿过针眼 比有钱人进天国更容易 门徒们听了都非常惊讶 便说 那么 谁能得救呢 耶稣注视着他们说 对人来说 这是不可能的 但对天主来说 一切都是可能的 伯多禄便回答耶稣说 看啊 我们跟随你 一切都舍弃了 我们将会得到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当一切被更新 人子坐在他光荣的宝座上时 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 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 凡为了我的名而舍弃了房屋 兄弟姐妹 父亲母亲 子女或田地的 将会得百倍的赏报 并承受永远的生命 可是 许多在先的将要落后 许多后来的将要领先 在今天福音当中 耶稣说 富有的人不容易进入天国 并不是因为他讨厌富有的人 而是因为 富人不愿意被天主 看顾和拯救 他们对于财富 始终有着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他们往往因为自私的贪欲 不顾道德良知 贪取利润 远离了公义的天主 简单地说 富有的人会被物质财富 所迷惑和奴役 而失去自由 借由今天福音 耶稣提醒我们 生命真正富裕的真理是 我们所失去的 正是我们不愿意舍弃的 而我们所获得的 正是我们甘心所给予的 朋友们 您是否也愿意这样做吗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全员 今天的福音就进行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每日福音 我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